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黄埔军校创立开始 就一直为中国革命不断的输送人才 特别是黄埔军校创立初期 学员是国民政府北伐战争 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来源 今天要说到的这位主人公 他就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 被毛主席称为军神 那么他是谁呢 他就是陈明仁 早年间参加革命军 曾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 关制国民党兵团司令 被授与中将 1949年8月率部起义 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5年被授与上将军衔 在我党的威望极高 1925年 陈明仁参加广东革命政府 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 惠州一意出路锋芒 虽然是陈明仁第一次带军打仗 但是战场上的陈明仁 表现出了超强的战争素养 战场上的陈明仁身先士卒 带头冲锋县阵 第一个登上惠州城楼 战功卓著 惠州之战结束之后 蒋介石亲自迎接陈明仁 庆功宴上蒋介石称赞陈明仁是皇土的一面喜致 庆功会上命令崔三番号 明枪向陈明仁致敬 经此一役 陈明仁成为了蒋介石身旁的大红人 在我党 林彪的战争天赋向来饱受赞扬 毛主席曾经就说过林彪打起仗来 不简单吧 但凡是军事天才 总有相遇的那一天 林彪和陈明仁的会面终于到来了 借放战争中 陈明仁被蒋介石派到东北打内战 在吉林四平守城达四十天 东北内战 蒋介石极为看重 所以他派遣陈明仁前去保卫 陈明仁不负众望 在四平的顽强防守震惊全国 蒋介石称赞陈明仁 奇迹 真是人间奇迹 陈明仁真是国家动良 王普名将 毛主席听到之后 对着众人说道 连林彪都打不过他 看来是军神级别的人物 林彪打仗不如陈明仁啊 到了后期 国民党的内部斗争愈演愈烈 此时的陈明仁被受打压 在国民党的内部渐渐的失去了原来的地位 终于在1949年 陈明仁率不起义 为和平解放长沙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在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 周总理见到了陈明仁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还认识我吗 打惠州的时候 我还向你举枪进过里的 1955年9月27日 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 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5月21日 酒精沙场的陈明仁 因病在北京逝世 中年71岁 临终时 陈明仁不忘祖国统一 他盼望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宝 对于新中国的建设 陈明仁的功绩不可磨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陈明仁智 对于新中国的创风